台北市金华城案持续延烧 针对台北市议员许淑华在议会提出停工联署 台北市长角万恩受访时表示 北市府的魄力就是坚定依法行政 他已经要求建管处不受理金华城提出施工勘验的申请 这样的做法也已经达到实质停工的效果 我们的魄力就是坚定依法行政 这样的立场不会动摇 所以依法我们现在就是停止施工勘验的申报 所以我已经要求建管处不受理金华城 他如果提出施工勘验的申报 所以这样的做法也已经达到实质停工的效果 讲完进一步说明金华城的施工进度表示 第二层楼板完工就必须报施工勘验 北市府就是不准许不受理 这个立场非常清楚不会动摇 目前金华城其实它地下七层是原本就已经在 当然会要加一些机桩 那拆除地上层之后 目前它第一层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第二层 它接下来楼板完成 必须要来报施工勘验 我们就不准许 就不予受理 所以这个立场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就是一切依法行政 这是非常坚定的立场 不会动摇 至于地方担心停工后恐怕会出现公共安全问题 脚腕强调停止砍验期间 北市府会依据建筑法规要求起造人 承造人 监造人都必须做到一切安全维护措施 确保工地安全及避免对周遭住户产生影响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